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叔的频道,中国最西北新疆自驾游的第六天,下午一点从可可托海矿山公园出来,只用了十分钟,便来到了可可托海景区俄尔齐斯大峡谷的停车场。 今天可真是个好日子,不仅收费站免费通过,而且这边的游客格外的多,大停车场早就停满了,没办法,我们只能把车停到了高高的山坡上, 远处山脚下有一群牛在吃午饭,山坡上也已经停了好多好多的车,外面太阳晒得特别的热,洒水车在土地上不断的洒着水,来减少干燥土地上的阳尘。 小朋友正好要改作业,那就在车里猫着慢慢改吧,在停车场足足待了一节课的时间,下午两点才把作业搞定,然后抓紧时间去大峡谷。 从草地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生态停车场,景区大门在哪呢?按照指示牌提示,走进一片绿草地,从这里好像能看到游客中心了,走出绿草地,眼前一座曲线形屋顶的建筑就是游客中心。 但这个游客中心里并不卖票,这里竟然是可可脱海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博物馆里好多卖东西的,还有很多介绍可可脱海的展板。 没想到从博物馆里出来,到景区门口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小朋友们还没进景区就快被晒蔫了,据说沃尔齐斯大峡谷景区大门外的这片广场名为龙门广场。 广场中央遍布着鲜花,景区售标处距离大门还有200米左右,一个成人带上身份证进去买票就可以,今天似乎并不需要边境通行证。 或许可可脱海的食物好多人带上身份证去买票站在鲁门广场环顾广场四周,群山点编起伏。 如同巨龙之身,眼前这座飞来风恰是龙头飞来时恰是龙脚,整体犹如一条巨龙还过龙门广场旁,守护着这一方宝地。 广场上有很多 刻有可可多海的石碑 游客多的时候 每一块石碑前 都可以合影留念 终于走到了景区大门前 俄尔奇斯大峡谷 据说这是可可多海 最美的地方 在入口处沿着蓝色通道 进入景区 从停车场走到这里 竟然用了半个多小时 这儿能走吗 这儿能走吗 这儿能走 进入景区大门 眼前全都是驱尖车 据说要坐半个多小时呢 沿着走廊往前走吧 这里到底啥样 我们也不知道 一路走一路问 工作人员只说 前面排队上车 那就乖乖听话 赶紧上车再说吧 一会儿坐上驱尖车 小朋友们就可以 好好休息休息吧 做到哪儿 额尔奇斯大峡谷里 据说还是很大的 大体上可分为四个游览区 游近极远 大致是白化林游览区 宝石沟游览区 中山峡谷游览区 和最远处的济德兰游览区 我们也不知道哪是哪 坐上车 哪里停就在哪下吧 当然也可以不坐车 在峡谷里徒步也是很有意思的 白化林这事 很快到了白化林游览区 看样子司机并没有行车的意思 而且这边也确实看不到什么游客 白化林游览区面积不大 只有1.5平方公里 由三个大小不一的白化粥组成 以白化林为主 西伯利亚苦洋为次 森林为寒温带山地阔叶次生林 春夏时节浓荫蔽日 花草满地 休闲纳粮别有情趣 秋季时分 金黄染树 小桥流水 天籁之音 犹如梦幻仙境 树影匆匆 林间还有木栈道 如果时间富裕 走在林荫下 也是很惬意的事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很快路过一座小桥 似乎这就走出了白化林游览区 路边一直有河水陪伴 这就是阿尔齐斯河 越走感觉越漂亮 河滩有很多石头 河水看上去并不深 一些枯倒的树干散落在河边 开始有了一种原始丛林的感觉 景区公路以河流史近十远 河边平坦的草场上 还有一些牧民居住的木屋或沾房 悠闲的老牛在看着 青草附近应该还有小村庄 河尔齐斯河两岸花岗岩石峰 错落有之 河谷中叠石湍流 河谷两岸以山树 松树 画树和阳树为主 形成了深幽静密的峡谷奇观 河尔齐斯河使而奔流湍急 水花飞溅 时而静密清缓 流淌在宽敞的河滩上 河河水穿行于山脉草地密林中 勾画出了一道精美绝伦的画廊 河尔齐斯大峡谷不只有一条沿着 河河的主路 这其中还有一些岔路峡谷 比如因20世纪60年代沟口的水墨而得名的水墨沟游览区 据说沟内松化交织 花草扑紧 沾里点缀 牛羊疏懒 更有双路峰 万寿山等形象山岩 逼真传神 美轮美奂 在沟内十几公里的休闲游览 阴水流曲折 山坡缓急急日照光变 沟内时阔时辖 阴情不断 游客或临溪信部或涉水穿险 通泰暖阳 悠然南山 四亿中回归自然 另外还有更小一点的野葡萄沟 因其山岭中变生野葡萄而得名 野葡萄沟内 西谷受高山溶雪长期冲刷 两侧裸楼的花岗沿上 白花林 领云山和西伯利亚洋林密布 曼藤堤翠 始睡松山 残残流水演奏着天籁之音 呈现出一片原始幽静而神秘的景观 我们坐在驱间车上一路往前走 路边经过几处穆加勒和民俗客栈 经过大约半个多小时 时的颠簸终于来到了一座停车场 跟着游客们一起下车 这是哪里我们也不知道呢 跑到〈灭讯〉 心转之后 开始有塑造 小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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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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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兰聼的 大湾 小湾 小朋友们看到下面河滩上可以玩水 什么都不管了 赶忙往河边跑去 你去摸摸这水吧 这能玩水 摸一摸就行 大夏天的河河的水非常凉爽 好多小朋友在河边玩水 在河边拍照的人看上去更多一些 小朋友们二话不说就下水了 我往里走走看看有没有路 不是 小朋友们的河边كن 小朋友们发现的地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沿着河岸有好多个人的小拍照点 每一处都标榜着网红拍照点 可可多海绝对是数一数二的网红景点 往前走了走发现前方并没有路 只能原路返回 如果要往峡谷深处走 得走上面的水泥路才行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返回到刚才的停车场 沿着台阶走上水泥路 在这儿问问 峡谷里最远的游览区没有驱坚车了 因为塌方驱坚车停了 游客也过不去 只能从这里往前自己走到中山峡谷 中山峡谷也可以说是 鄂尔齐斯大峡谷中最精彩的一段 小朋友们打着伞 看起来还挺轻松的 和你看起来 我们在游客屋海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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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他們不會坐在這個場上嗎? 兩次,再一個人嗎? 你去調整一下吧? 我來看,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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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走的路邊,拐是林峻 而且都是裸露光突的大岩石 再往前看,一座座突兀絕妙的花崗岩石風接踵而來 很快眼前出現了兩座橋 過了橋就能看到神中山了 紅色吊橋是不是又叫網紅橋呢? 旁邊這座正常的橋好像名為阿米爾薩拉橋 站在橋上,看橋下湍急的河水 流過巨大的黑色岩石 從這裡流過的俄爾奇斯河 是我國唯一一條自東向西流入北冰洋的外流河 其發源於阿爾泰山中猛邊境處 在流經可可托海時 形成了這樣一條近百公里長的大峽谷 大峽谷內巨大的花崗岩地貌雞岩我咯 絕必千任未為壯觀 阿米爾薩拉橋 走過阿米爾薩拉橋 回過頭來可見一座如中似追的花崗岩奇峰 在左岸平地拔起起勢逼人 這就是神中山 當地人也稱之為阿米爾薩拉山 在這裡想跟神中山合影並不理想 最佳的拍照點要走到對面的半山夭處 沿著石街從這邊往上走 爬起山來小朋友們特別擅長 一下就超過了我呀 我最擅長的是下山而不是上山 由此往上能看到更多奇異多姿的花崗岩峰群 它的源頭 就不如是那邊過來了 咱跑快一點吧 下面的小橋看上去已經變得非常小了 其實這段小路上每壹處能看到中山的湖南邊 都可以說是壹處理想的拍照點 神中山大約海拔1359米 山體由東向西呈階梯狀上升 北側為懸崖峭壁 南側稍緩一些 側面看山峰仿佛平地拔起 孤峰奧利直插雲霄 可謂阿爾泰山山頂之最 神中山之所以神奇 也體現在其相對高差為365米 寓意一年365天眾生平安 它的名字為阿米爾薩拉風 源於當地哈薩克民間的壹段愛情傳說 走在木栈道最高處還有壹段山上的小路 我是走不動了便要求小朋友們往前走下山不繼續上了 很快來到中山峽谷最佳拍照點 山上好多光秃的大石頭 幾乎每壹塊石頭上都有人站著或坐著在上面拍照或直播 很快順著台階又繞回到了河邊的路上 原來剛才走的是山坡上拍照的路 如果不上山的話很快就可以走過來了 沿著大路一直往前走吧 路邊河灘上的風景非常的美 而且峽谷兩側出現了越來越多的騎石 據說從沈中山開始 接下來大概是6.5公里左右的徒步路線 這一段沒有驅間車 不過這段徒步路段 才是俄爾奇斯大峽谷風景成卷中最為精彩的一段 眼前一座巨石名為佛堪 絕壁面有如麻子臉凹凸不平 當地人又稱之為麻子壁 遠觀正面山壁就好像瀑布從天而降 蜿蜒清澈的俄爾奇斯河繞過山石氣勢磅 峽谷內更是林木繁多樹影斑駁 聽說這一路上會有江軍峰 網蛇出海 小中山 沈英峰 象黎峰 駱駝峰等象形山峰 形態逼真情緒盎然 小朋友們下定決心說要不咱們走到藤吧 海底下 海外 圓上 水 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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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一走停一停 天气太热了 出的汗很快又蒸发干 一路上一直在喝水 一边是昏明的俄尔启斯河 另一边还有山坡草地上老牛在吃草 眼看来到了爱你一万年 情定中山 再往前走一点就是瀑布沟了 从地图上看我们只走了一小点 前方还出现了一个戒碑 新疆阿尔泰山两河园自然保护区戒碑 我们自己杯的水已经喝光了 小朋友们坐在树荫下休息 好像已经快被晒成葡萄干了 瀑布沟进去全长有20公里 是中山峡谷端唯一一条山谷秘境 据说山间的冰雪融化后 沿着山坡汹涌而下 如黄马夹然筑蹄又纵身腾起 月时奔流起伏跌宕中形成许多水潭 瀑布沟由此而得名 不过瀑布沟里能不能进入我也不得而知 据说沟里面山石莽林诡秘 山花野草丛生 如迷宫辗转似百遍五娘 别说瀑布沟了 小朋友们连继续往前走的信念都瞬间崩塌了 往前走不远就是驱间车站 但驱间车因前面塌方已经暂停 所以小朋友们做了一个决定 在瀑布沟这买两根冰棍休息休息 然后就往回走吧 因为回去还要好长的时间呢 吃完冰棍他们又开始蹦蹦跳跳了 这样一来返程就会变得很快很快 这俄尔齐斯大峡谷是可可托海国家地主公园中的一处主要景点 峡谷内演绎着美丽故事的山峰众多 堪称一百丹八峰 更奇特的是这里的花岗岩山峰表面多层密集蜂窝状的凹坑 就好像咱们之前聊过的墨西哥史话瀑布 山谷内除了山峰 以山树松树画树和阳树为主的森林和蝶石湍流的峨河更是相得益彰 自然勾勒出一幅苍凉而幽静的山水画卷 所有金山银水之称的阿尔泰山和阿尔齐斯河 自古就不缺少赞叹 元代大诗人邱楚基就有描绘阿尔齐斯河的诗作 金山南面大河流 河取盘缓上速秋 秋水暮天山月上 青银独笑野光球 同为元朝明世的汽单才子耶律楚才 也有过这样的描述 千眼镜秀青人丝 万鹤蒸流撞我关 云浮云开蓝色润 松颜风起雨生前 风光满柱 湿团去一度撕山一度堪 据说阿尔齐斯大峡谷 6米深10余米的深藏 山体断裂塌陷区 高60米以上的崩滑坡裂面 至今仍保存完好 而位于镇中边缘的可可多海 地区同样留下了惊心动魄之后的遗迹 地震断层穿越山岭 过沟跨河 断裂带上盆地下陷湖面扩大 水体加深山体崩滑滚石跌落 不仅直接形成了如可可苏里 伊雷木湖等几大湿地湖泊 同时也催化孕育而出了 今日的阿尔齐斯大峡谷 那其雄瑰丽的绝世地形地貌 如今由可可苏里 伊雷木湖 卡拉仙格尔 迪真端裂带 和阿尔齐斯大峡谷 四部分组成的可可多海国家地质公园 成就了大自然 给予这片灵动山水 与后世最宝贵的馈赠和遗产 这其中更是蕴藏了 层出不穷的奥秘与故事 大约在下午5点20 我们又坐上了景区驱电车 一路上风驰电车 正好半个小时回到了景区大门 把我帽子摘了 你会把帽子顶挖了 小妞在驱电车上就睡着了 到站后还没有醒 那就让妈妈抱着往回走吧 穿过游客中心 穿过绿草地 穿过生态停车场 走回到山坡上 已经是下午6点10分 赶紧打开后备箱拿几瓶水出来 大口大口的先补补水 这一下午出了很多汗 但脸上丝毫看不出来 只感觉有很多颜粒 衣服也被汗给自白了 连双肩背的背包袋都没能幸免 喝饱了水赶紧启程 原计划今天赶到布尔金 不过考虑到布尔金游客一定会很多 而且更远一些 所以呢今天的目的地就临时改到了北屯 从这里出发距离北屯只有200多公里 但时间上可能有花费更多 因为没有高速只能跑国道 明天从北屯出发就正式进入中国最西北的地区了 小朋友们经过这几天在新疆已经基本适应了 似乎太阳差也已经倒了过来 基本上能做到晚上天一黑就睡觉的要求 明天从北屯去和睦的一路又会有哪些奇遇呢 咱们下期继续吧 同一个旅程不同的主张有什么问题请留言 欢迎转发点个赞 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 记得关注三叔 我们不见不散